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吳以萱 在台上開心慶祝節目播出五周年 吳以萱人前笑得甜美好開心 但會後訪問卻警報自己重返交友市場 與交往期年的男友REX分手 嗨 大家晚安 REX曾經是嘻哈團體的議員 近年來彈出影光幕 但投資各種生意看起來都有神有色 餐酒館、美甲店、磁青店等等等等 雖然投資相當多元化 但感情上確實相當專一 為了看看吳以萱是否真的回到單身生活 勾在哥哥們跟著女神下班之後走一遭 正當我們以為只剩一個人的 吳以萱搭計程車室要回家的時候 他來到新衣區開始大採購 為了安慰自己寫品也是合理的 只不過之後出現的拎包工具人 我們卻很意外 明明就輸了分手 但REX卻現身 女生結帳時還用炙熱的眼神望向她的錢 男友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刷的是別人的卡 而且不只陪逛 晚餐時刻也是兩人一起共度 用餐時兩個人有說有笑的 中間吳以萱還不忘分享今日的戰利品 如果真的已經分手 那這種濃濃甜蜜感的互動 狗仔哥哥們可說是完全看不懂 最後的最後 兩個人吃完晚餐不是粉刀揚鑣 而是一起回到吳以萱的規房 我們沒等到男生離開 看來這個分手宣言 應該只是個煙霧蛋